就是盡量用神的角度去看 不是用人的角度去看 而是神的角度來講 在一個經文裡面 羅漫書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節 無論是死是生 我只是講少少部分 在人來說 死亡就是分開的 陰陽兩格 但是在神來說 死亡並不會隔開我們 在神裡面 一個基督徒死去到天堂 跟神在一起 在神來說 死亡並不是兩格 神的愛是會超越死亡的範圍 就算人臨死了 或者他死了之後 都在神的愛裡面 這個就是說 我們就去想 首先神有這個能力 因為人沒有這個能力 人面臨死亡 是沒有人能夠脫離死亡的限制 但是神因為祂是全能的 祂能夠超越這個死亡的限制 因為祂因為愛 差點耶穌為我們死 所以就超越死亡的限制 所以就算一個人死了 祂的愛依然能夠跟著祂 所以祂鼓勵 讓祂時時活在神的愛裡面 然後到祂病得辛苦 在人來說 看到祂很辛苦的呼吸 但是祂在那時候 也會經歷到神的同在神的祝福 然後到那一陣 神的靈一出 一出那一下 祂就淳一聲 看到天使來接祂了 然後就帶祂去天堂 在那時候 神的愛都沒有一秒鐘是隔開的 這裡說到生與死 不能夠將神的愛隔開 因為神是得性 神是勝過死亡的權勢 神是亦都跟著我們 那又患難了 很多時候人們都覺得 患難 沒有錢 困難 被迫迫 困難 好像神不和我們一起 但是神已經老早知道 神會在這個困難中 為祂開出路 為祂安排方法 如何祂得力 或者有其他基督徒鼓勵祂 或者當祂患難的時候 祂會感受到神的愛 神的帶領 神會廣上 因為耶穌也說到 祂說到這個時候 你不用想說什麼 聖靈會指教你當說的話 就是因為聖靈會親自和這個人一起 去指教他當說的話 所以我們去到患難 不用怕 去到患難的時候 我們知道神現在和我一起 神現在在這一陣子 祂的愛和我一起 祂會照顧我 會知道我的需要 祂會感動我 我想用大家 這是需要思考的 神如何勝過死亡全世 剛才有說過 將那些經文連在一起 神如何勝過患難呢 寶羅受那麼多迫白的時候 神都和他一起 去過牢 監獄啊 坐牢的時候 神都和他講說話 我和他一起 就是說 神在這一切的患難中 並沒有把神的愛和工作隔開 所以應用了 有時候我們受迫白 有時候我們有病 有時候有不同的困難 我們就覺得神好像很軟 但其實呢 神的愛依然在 我們就堅定相信 現在神都在愛我 神在祝福我 當你越有信心 神的功勢就越大 越大 你的生命就越得了 但有些人在患難 就說 啊 神不和我一起了 我聽過一個人和我說 他說呢 他覺得什麼時候神愛他呢 事情順利 他覺得神愛他 他說事情不順利 神就不愛他 不覺得 如果這樣 就很慘了 因為他整天都會波動 但聖經是告訴我們 為什麼人會有痛苦呢 因為阿當犯日之後 他要終日勞苦 他才能夠得到吃喝 然後呢 地要為他掌出驚激疾 即是他一生都為痛苦 世界上是有痛苦 不是因為人的 不是因為神 而是因為人的罪 所以人會有痛苦 但這一切痛苦裡面 神會和我們一起 所以以樂與神同行三百年 神將他接觸 他都可以在患難中 與神同在 而我們今天呢 我看聖經 看到一道經文 講到舊約 這個恩高 這個高末的高尤 他說 凡是高末的地方 就變成聖蝶 我們現在經常有聖靈的高尤 我們現在經常有聖靈的高尤 我們就變成聖靈 我們隨時都有神的高尤 就是他的愛經常和我一起 他的能力經常和我一起 所以在患難中 我有聖靈的高尤 和我一起 我就有信心 有力量 因為神不斷陪著我 患難都阻擋不了 於是在患難中得力 你留意我一路說 整天去用神的角度 這個不是我們的習慣 因為我們人的習慣就是 有患難你求神 這個用人的角度 這個不是錯 不過就是 只是用人的角度 用神的角度 就會讓人看到 原來神做這麼多工作 我們在一切困難中 都有信心 什麼情況都有信心 大家拿不拿到 希望大家整天記得 不斷思想神有什麼作為 神有什麼心態 幾樣東西 記不記得 第一,他的聖情 他有這個愛的聖情 他有這個聖結的聖情 接著他就會有這個心態 想祝福人 有這個聖情不一定 代表祝福人 世上有很多好人 聖情不太好 但他未必有這個心態 祝福人 還有他這個恩典會給你 就是有些人很有錢 他不代表他會經常給你禮物 就是神會經常給我們禮物 接著他有這個計劃 去怎樣祝福我們 接著有行動 去祝福我們 就是看得到 這幾方面 去發掘整本聖經 和我們看得到 神如果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要做些什麼工作 來去明白神的作為 讓我們經常都覺得 哇,神真的很近 神真的很關心我們 神真的經常幫我們 讓我們有信心 這個講道法就是這個目的 OK,有沒有問題 那胡詩你教我們 看神的聖經 但是如果我們在講道 或者我們做大綱的時候 我們怎樣 是拿了一個反念例子 然後就說回神的聖經 但是做了一個對比 然後做一個結論 就是應道的 OK,如果大綱 其實可以有很多大綱 因為這個講道法 不代表你怎樣說法 這個次序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說 譬如浪子比喻 你可以說到浪子初頭 他未悔過的時候 後來他聖悟的時候 他回來 經歷到他爸爸愛的時候 即是可以跟著這個故事 可以有不同的大綱 但有一個大綱 很多時候我都會有用的 就是一個主題 比如說起落 可以說人的反面例子 即是說到人不開心 即是有多少錢都是假的 人在開心中是痛苦的 這個人的反面例子 又說神的恩典 我們感謝神 雖然世人很多是痛苦 其實很多人都說做人難 但是我們感謝神 我們的神是一個喜樂的神 天堂是不斷喜樂 不斷開派對的 是很喜樂的 而且月七的神 人越開心越喜樂 要有力量 在患難中都可以起落 所以保羅和世拉 可以在監獄裡面 去讚美神 就是充滿喜樂 這個就是神的恩典 跟著呢 亦都可以說到 人為何得不到這件事 即是都是人的反面例子 以後如何得到 但裡面可以不斷有釋經 亦都可以有正面例子 其實不一定要跟這個次序 不過這是我常用的一個次序 即是說 人的反面例子 很多事人有的問題 很多事人有的問題 然後就是神的恩典 神的聖情的美好 祂的作為的美好 但是為何人得不到呢 為何基督徒得不到呢 然後我們如何得到呢 然後挑戰 然後帶領大家一起討過 這個是我常用的 但亦都可以根據那個經文 有不同的大綱 那是否即是說 現在你講了這些 我們就可以在那個經文那裡抽 然後再引言那個主題 然後再告詩地的方法 做一篇廣章 其實呢 那個廣道的大綱 你可以根據每一篇廣道不同的 但是呢 你就可以裡面含有這些成分 有時候有些主題 你未必一定要一定說 這個是反面例子 這個是正面例子 你可以在裡面混在這裡 就是可以在裡面已經含有 不是一定要分開為一個大的 大綱的一部分 類似的一部分 在裡面 你會不會走 有時候 那麼再度